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效的康恩便着了摩世的爱上了搏击 其实就是说因为从训练上面 我自己本身后来因为有个目标 就是说会跟别人去比 就是说当时呢也有一些一起训练的队友 他们可能都是全国冠军 然后是冠军的 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说成为他那种的 就能拿到冠军 所以我在训练上面更加去 更加去努力 身体素质并不出众的康恩 并不是教练眼中最得意的学生 可是康恩的骨子里恰恰有股执着的劲儿 每天训练馆 宿舍 食堂 三点一线 对康恩而言这样的生活单调也充实 为了节约开支 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 他总是一包泡面打发每一天的晚餐 日复一日的魔力 让康恩很快从集市的师兄弟中脱颖而出 而就在此时 当时还是教练的邹国俊 一眼就相中了这个16岁的懵懂少年 他更多的是 实际上我对他从教练这个角度来看 他不算是一个身体条件 综合条件占优势的一个选手 但是他是一个有斗志的一个选手 他有他的脾气 康恩是幸运的 之后的日子里 邹国俊给予了康恩更多上场的机会 而康恩成长的速度更是令人折舌 从北京到全国不到20岁的年纪 便斩获了无数的奖杯 2004年4月的一场比赛 对于康恩来说永远无法忘怀 以中国首位职业选手的身份 登上了K望的擂台 眼界豁然开朗 接到这个比赛通知的话 应该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初次登上国际擂台的康恩 进行满满 然而比赛的结果 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我整整在三局当中把对方摔倒 摔倒将近20次 然后呢 另外就是 我以为摔是有得分 因为在国内的三大比赛当中 摔法是有得分的 那场比赛 我最后是被TKO了 真正的强者从来不害怕失败 K望的实力 让康恩意识到自己 离一名真正的国际比赛选手 还有很大的差距 于是他开始考虑转型 从散打选手 转为自由国际选手 事实证明 康恩的决定是对的 他开始在国际擂台上 展露头角 从此疯狂无限 此后 康恩不断地续写着传奇 更是在2009年 战胜了WBC 60公斤级现役冠军凯文·罗斯 成为第一位 获得WBC世界金腰带的中国人 至此 康恩一跃成为自由搏击界 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 同时也成为了WBC 世界盘名前十位的 唯一一位中国拳手 鲜花和掌声 蜂拥而至 欢呼和呐喊 接踵而来 当所有人都认为 康恩的时代正式开启 接下来的比赛 都将成为他辉煌人生的点缀而已 的时候 2010年10月的马来西亚云顶 康恩遭遇了职业生涯中最惨痛的失败 马来西亚云顶 跟德班群对战之后 那场比赛我也准备得非常的粗幅 这场比赛把他踩开 好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出速度非常快 而且没有什么规状 在马来西亚那场比赛 他是对自己期待过高 可是比赛有的时候 往往就是那么的戏剧 那么意外 他在第一回合 给对方造成毒秒 在第二回合 一个特别冷的一个方法 把他击倒 然后就没有再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 出了意外 我被KO 被KO了 现在要保护自己 有关注 好的 不管是朋友家的都觉得 都觉得让我不要再打 因为看着我被打 非常心疼 让我不要去 不要去再参加比赛了 所以那时候也开始 因为年龄也慢慢的上升 也到了将近那时候是28岁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年龄 在中国这种体制下的选手 我也算是高龄的选手 已经是高龄的选手 这样子来就是推移 不想参加比赛了 由于当时在全国 包括在海外的直播的这个 影响都非常大 他的包括他的很多 亲戚朋友 他的父母亲 都在电视机前都收看了这场比赛 就觉得 一个是觉得很心疼做父母的 因为他们不太了解这个运动 对他自己的打击就很大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一度想 想 退役了 面对职业生涯中出现的意外转折 康恩曾经迷茫过 后来我就给了他一些 做了一些深入的这个谈话 我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可以放弃这个行业 你可以转行 你可以从此不再上这个内台 但是 我说 你一定要给自己 有一个交代以后再走 是给你自己的 就是说 你不要带着一个失败的心态离开 你要赢回来 你要服仇嘛 当然服仇是有风险的 能赢不能赢回来 能不能服得了这个仇 不一定 但是这是态度 真的跟输赢没有关系了 最终在大家的劝说和开导下 康恩重拾斗志 期待与德班琼再战一场 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保到未老 我又去找他复仇 我又去找他复仇 我又 我对自己质疑 因为我到底是有多强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 就是说 在我那个状态下 我真的是不是老了 对吧 所以我又重新的 站出来又去挑战 德班区就是复仇 一年之后 康恩终于等来了 期盼已久的复仇之战 那一段时间 训练我更加的刻苦 因为我知道我能战胜他 所以我通过刻苦的训练 然后对对手的研究 然后呢 做了一些功课 这一次 康恩不再盲目自大 自负亲笔 面对曾经打败过自己的对手 他神知 只有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 才能让自己站得更高 走得更远 他怎么把我打倒的 我也是怎么还他 之后的比赛 康恩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赞誉 进入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 如今光环加深的康恩 早已将你盈利看淡 因为他真正爱的 是这个尽情挥洒汗水 盘场出群的方寸擂台 2015年 英雄传说 集结全国自由搏击高手 组成FAT16战队 因战来自日本 泰国的实力战将 在参加比赛的同时 康恩还担任战队的教练 在队友的心目中 康恩是个细心的老大哥 可到了训练场上 作为教练的康恩 脾气可不小 我第一次就是认识康恩 知道康恩是在电视场 那时候是04年的星期五 我那时候特别小 14岁吧 他们都是20岁 20多一点 然后平时康哥人特别好 就把我们当弟弟一样 有什么事情 我们每次有时候一起出去玩 一起干嘛 就是对我们特别照顾 我和康恩在一起已经十年了 因为这十年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 每天在一起吃饭 睡觉 训练 我俩的关系 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在训练场上 他是一名非常严格的教练 比如说 他不值得训练任务 我们一定要完成才能下课 在立台上面 他也是一个很让人钻进的拳手 他也是我的榜样 康恩 凭借自己多年奋斗在搏击赛事一线的丰富经验 和以身作则的训练方式 让队友们受益匪浅 进步迅速 如今 32岁的康恩 旋风之名 已在岁月的凿击下 渐显模糊 但是如今的他 还在续写着自己的神话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所坚持的 并不是拿下胜利的喜悦 而是在擂台上 不断对自己的超越 从2006年 日本的那场K旺的比赛开始 十年间 康恩从长发变成了短发 从青色走向成熟 唯一没变的 就是他始终追逐自己最初的梦想 以及每次上台比赛 康恩身上所穿的那件白色战袍 我现在所穿的出场服装 是周九店的母亲 给我专门缝的一件衣服 到现在我一直穿着这个服装 每一次比赛的时候 我都穿着这个服装出场 我穿着这个服装出场 可能也是一种习惯 但是我也相信 他每一次我比赛的时候 他都会给我带来幸运 在这些天与康恩的接触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 他的质朴 他的不善言辞 我们更是从他那件白色战袍 十年如衣地穿在自己的身上 带着他征战国内外赛场 看见康恩对他的人生活乐 周国俊先生 这十几年来的栽培和知遇之恩 诗人用笔墨深化信念 而战士用战斗来沸腾心血 白色战斗下的康恩 比任何人都要自信 更是从未停止向前 就像咆哮在战场上的 斯巴达勇士一般 证明自己从未离去 光满定的预刻 永不够近 手感的心 无心 一般时代 封锁 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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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锁